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 内娱的心仪代言只与生财天花板 你们觉得吗 岛屿 在娱乐圈中 白乐和赵乐斯都是备受关注的单红小花 从他们刚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时 到现在古老都有他们的身影 不管是外形还是演技 可以看出他们是多少人的小老象了 本文将以白乐和赵乐斯的外貌特点 形象风格以及个人魅力为切入点 探讨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美丽之处 第一部分 白乐的魅力 白乐 中国内地女演员 模特 他以率真洒脱的外貌和清新形象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白乐的五官清秀端庄 皮肤白心细密 眼睛明亮有神 鼻子挺拔 嘴唇红润为人 他的面部线条如何流畅 给人一种温暖和清和力 白乐的形象风格以清新古典为主 常常出现在仙侠剧和古装剧中 他能够很好的驾驭古装造型 展现出仙气和灵动感 比如周深如过中的时宜 明安如梦中的名外 此外 白乐在时尚领域也有不俗的造诣 他经常出席各种时尚活动 穿着时尚大访 展现着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 第二部分 赵乐斯的迷人之处 赵乐斯 中国内地女演员 他的外貌给人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甜美 赵乐斯的五官信条流畅柔和 汪汪大眼 鼻子小巧 嘴唇嘟嘟 他的面部特点多变 有时候显得帅性洒脱 有时候又散发出独特的成熟和女人味 赵乐斯的形象风格多样化 他可以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造型 他既可以扮演清纯可爱的少女形象 比如偷偷藏不住里的三志 也能够演绎成熟性感的女性形象 赵乐斯在时尚界也备受关注 他的穿搭风格时而简单干净 时而高级优雅 这都是他个性独特的一面 第三部分 美丽的多样性 白露和赵乐斯各自拥有独特的美丽之处 白露的帅性洒脱和古典气质 给人一种温暖和清和感 而赵乐斯则展现清新甜美和多变的个性美 他们的美丽之处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而是一种多样性的体现 在美丽的定义中 没有绝对的标准和公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特点和个人魅力 而这正是美丽的多样性所在 白露和赵乐斯都通过自己的外貌和形象风格成功地展现了个人魅力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结论 白露与赵乐斯 美丽的多样性 白露和赵乐斯都是备受关注的单红小花 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美丽之处 白露以清新古典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赵乐斯则展现出帅性洒脱和多变的个性美 他们的美丽之处不是互相竞争 而是一种多样性的体现 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珍视自己的独特之处 并学会欣赏他人的美丽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特点和个人魅力 而这正是美丽的多样性所在 无论是白露还是赵乐斯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美丽的力量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让我们一起欣赏和尊重每个人的美丽 共同创造多元化的美丽世界 我会让我们一起欣赏和尊重每个人的美丽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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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